準備的原料有這些 滿滿的蛋喔 還有白飯 然後開鍋下游 然後開始準備熱熱鍋 OK這個一定要很熱很熱喔 接下來加入滿滿的蛋液 滿滿的喔 然後再加上白飯 白飯然後開始拉 不停的拉拉拉拉 一定要把白飯開始給慢慢的拉 可能會有過多或少 然後再加上我們事先做好的肉絲 這個是用梅花做肉做的肉絲加入鹽巴 然後開始炒啊翻啊炒啊翻啊 這時候就可以看出這個廚師他的功力到底如何了 如果是很好的廚師的話 他就會繼續炒啊翻啊炒啊翻啊 然後呢慢慢的把每個飯粒都鋪平 繼續炒啊翻啊 再加上一些油 然後繼續炒啊翻啊炒啊翻啊 然後呢繼續不能停 加上我們的蔥花 蔥花這時候加入 哇顏色超漂亮的呢 然後呢大火一定要開始大火亮 這個熱鍋上面有一點 再加上我們非常非常蜜蜜的醬油 這個就是蛋炒飯的秘密 所以我們沒有告訴你醬油是哪一排的 接下來就完成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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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